我剛剛也就是在做個demo 我想這個demo裡面就是在把蘇氏放進來 蘇東坡它的相關東西 一樣我是從維基百科裡面取材 裡面有它的圖 應該偷懶一下 理論上當然如果你這樣做個APP 最好還是不能只是用那個維基百科 你可能還在找其他的網站 或者是書籍裡面的相關資料 把資料還做一些驗證 不過基本上如果你用 我看維基百科已經做得相當完整 那我就把它直接來用 裡面包含就是說蘇東坡的相關東西 那我是直接取材於那個什麼 就是蘇氏的維基百科 那我想各位可以看到 裡面包含文字素材跟圖的素材 裡面的話它有個目錄 這個目錄呢 當然我只有做到6 底下的東西比較是屬於學術研究 我就沒放 我大概就是做1到6就可以了 底下有些比較不是那麼重要 我就沒有加了 再加一張圖上去 那做法上我想都差不多了 不過我發現同學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那個什麼 可能有幾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就是加一個FDML 建一個網站出來 第二個是說 我們要在這個BODY跟BODY中間有沒有 這個BODY跟BODY中間 插入那個就是頁面嘛 這個我想應該沒問題 那可能會有問題的就是這個地方 按確定的時候 那你要確定這個地方 像同學剛剛 比如說我增加業首沒有業尾 所以業尾打勾取消 按確定 那大部分同學 這個部分應該沒問題 但是有問題的就是說 有的時候漏掉了這個 比如說這個DIV有沒有 不小心把它刪掉 不小心刪掉之後 你會發現 本來這個頁面呢 點擊的時候可以整個選舉 但是現在怎麼樣 它已經分加了 頭跟身體是分開了 有沒有就有點像斷開 它兩個是分屍的狀態 有沒有 那你點擊它 這個時候只能選到header 點擊它 只能夠選到這個是content content實際上就是身體的部分 那怎麼辦呢 其實特別注意 你就是要對準 這個DIV有沒有 它一定要對到一個後面 一個斜線DIV 也就是它跟它一組的 它跟後面一組 那它沒有怎麼辦 沒關係 你就再補一個 如果像剛剛同學就是 漏了一個東西 你就補一個上去之後有沒有 它有尾巴了 再點擊右邊之後呢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呢 它就完整了 那也就是說 如果剛剛有什麼呢 比如說你的頁面壞掉了 你可能要檢查一下 OK 那你怎麼去看到完整的它的結構呢 其實你可以插入一個頁面 就大概知道了 所以這個部分非常花時間 而且非常容易做錯 我不知道同學這個地方 有時候不小心刪除掉 還是說蓋掉 那它就沒辦法做那個後續的動作 這個順便提一下 那結構一定是這樣子 一定 最外層一定是一個什麼呢 它的Data Raw一定是Page 也就是說告訴你說這個是一個 JK Mobile 就是它一些頁面 然後會有一個 這個上面一定會有個頭 放我們的標題 所以它是Header 後面一定是接一個Data Raw 都一樣 那再來裡面內容一定是一個Data Raw Data Raw叫什麼 Content 所以外面是一個Page ID叫做Home 然後呢 上面是Header 下面是Content 那實際上 我教過一個技巧 其實像我 我們之前教過的是 如果要在Page 1的話 就再插入一個Page 再第二個第三個 那其實我一般 我如果比較看懂這個程式的話 我一般都不是用 就做一個就好了 後面的話Ctrl C 然後在下面怎麼樣 Ctrl V貼上 直接把這個ID改為Page 1就可以了 那你就會有一個頁面 然後再貼 貼哪裡貼下面 一樣什麼Page Page 2 Page 3一直往下 那這個方法當然你做完之後 切過來之後 有沒有 它會一個頁面出來 那這個也是一招啦 所以慢慢的 如果你可以看懂 左手邊這邊的東西的話 那將來你在做這個App 會比較輕鬆一些些 OK 那第一個 就是說 我們把剛剛同學 比較容易犯的錯誤 就是有問題的部分 稍微提出來 那再來就是說 我這邊有 就是做一個變化 舒適 然後假如我已經做了兩個 那你要怎麼樣 佼佼作業給我 特別是 第一個請各位 做完第二個變化題 那第一個是那個字母 所以你按右鍵有沒有 7VIP 加到VIP 有沒有 這個字母的VIP 那第一個你需要交這個給我 第二個你要交字母.apk給我 所以你要怎麼交.apk 還記得吧 請你到那個 bill.phonegap.com 這個網站 這個應該還有印象嘛 這個好像那個102app 裡面就做到了 那進來之後 請你先登陸帳號 那如果你沒有帳號 當然我講過了 你要自己去申請一個 那個Adobe的ID 登陸進來之後 登陸進來之後 不過呢 已經 它免費的 只能夠給你一個 所以 如果你要做第二個的話 請你把 原來那個刪掉 那原來那個怎麼刪掉 特別注意 請你 進來我們上上禮拜那個 102app 它還在 怎麼辦呢 請你先把它刪掉 那如果刪掉呢 1 點選102app 2 請你看到一個叫setting 其實這個畫面呢 在雲端白板裡面呢 也有 所以你也可以參考 1 2 3 那個delete list app 按確定 你把它delete掉之後的話 那記得哦 再重新整理一下 因為如果你沒有重新整理 它那個上載的畫面不會出現 沒有那個upload 所以你把它重新整理 upload 然後呢 選擇什麼呢 選擇桌面 我剛剛放桌面 那個字母點字IP丟給他 字母 字母在哪裡 往下找 在這裡 OK 字母的網站 字母的網站壓縮檔 OK OK 那 其實我覺得做完app 感覺那個 雖然他已經做股很久了 但感覺他越來越親近的感覺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按開啟 開啟之後你會發現他upload上去了 這個時候他會問你說 那這個app叫什麼 也許你就是叫 把它名稱改一下 叫徐智母好了 那大家有個discretion 這個有個相關的詳細敘述啦 不過沒有沒有 你看如果需要你就打一些 好這個時候他有個ready 有沒有 他有個ready to build 就是你是不是要把你的那個網站 變成一個app 如果是的話你把它按下去 他就會幫我做一些事 什麼事呢 第一個就是說呢 iOS不行 因為我需要一個iOS 就是Apple的那個開發人員帳號 這個是要需要付費要去註冊的 而且我記得好像一年 每年都要30塊美金 所以會花費比較高 但如果你將來要做那個iOS的app的話 你可以去 Apple的那個開發人員的網站上面 去申請 你就可以做一個iOS 在Apple的那個iPhone手機裡面就可以顯示 那如果沒有你可以用 如果用Google手機的話 這個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它表示已經產生 那那個apk怎麼出來 很簡單 點擊它 它如果已經變成 這個有點像綠色有點像藍色 反正不管 反正點擊它 它就會讓你下載一個apk出來了 所以你可以在資料夾中顯示 就是這個東西 底線什麼 因為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它叫徐字模 中文字它沒辦法顯示出來 所以怎麼辦呢 請你把它改一下 改成 也許就是 就是也是一樣 叫字模好了 就這個名稱 字模.apk 你可以按右鍵重新命名 或者是直接點它一下 等它一下 字模.apk就出來了 好 那如果說你要安裝的話 怎麼安裝 很簡單 你就丟到你手機裡面安裝就可以了 那像我的習慣是 我就直接用email email方式 寄到我的信箱 再從信箱裡面呢 再去安裝也可以 所以這個地方 第一個 第二個安裝 那如果說呢 像我剛剛又做了一個 出事的 有沒有 出事這個 那一樣把它怎麼樣 壓縮成 zip 我剛剛也花了一點時間 我發現真的有一點 這樣還是蠻花時間的 但是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因為 在做的過程當中呢 我好像彷彿又重新再 再看過一次 有關書式方面的 像它的家世 生平 著作等等的 重新再看過一遍 好 那最後一樣怎麼樣 再把這個傳上去 所以你必須怎麼 再把 趨勢模 setting 然後呢 把它delete掉 按確定 有沒有 delete掉之後 再重新整理 重新再把書式丟上去 所以書式部分的話呢 在這裡 這個 把它開啟 丟上去的話 一樣 再把名稱改為書式 好 然後呢 就一樣呢 怎麼 把它 把它再 OK好 書式 然後 build一下 最後一樣會產生這個 APK 那再把那個 書式的那個 下載的那個 APK 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就完成這個部分 所以 今天的話 可能作業稍微多一點點 就兩個 一個是我們 原來上個禮拜做的 徐志摩 另外的話呢 就是產生另外一個 文學家的APP 那繳嬌的話呢 請各位繳嬌兩個東西 已經好了 把這個下載下來 所以其實 不會花太多時間啦 但是這個其實還蠻有樂趣的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感受到 OK 然後把這個書式 也許將來我也會把這個書式 把它再做一個APP好了 就第二個APP 就是書式 OK 那繳嬌的話 就是這個是書式兩個 字摩 這個地方有兩個 OK 畫面先還給我一下 試試看 那一個是變化 就是我們的徐志摩 一個是書式